进一步就来讨论美国总统拜登 昨天正式签署这项总金额高达 95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 援助对象包含台湾、乌克兰跟以色列 法案中还特别要求国际版抖音TikTok 必须在限期之内跟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来切割 否则将在全美境内都要禁止 而对此北京也表示不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痛批 美台强化军事连接只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